我也是適合在野外的 我真的適合在野外 我覺得我在香港是沒什麼意義的 現在太陽去了哪裡 也不知道會不會下雨 又有烏雲 烏雲密布 我今早發夢 這個夢真的很實際 這個夢是一個reality check 你在香港沒用 雙層巴士都變成英文 我在香港的表現大家有目共睹 我說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在學校就在香港 我沒得好說 但我長大成人在英國 我在英國的表現一定比香港好很多 所以你們特意抓了我回來 nerve了我 就想這樣就可以變成你了 但我本身已經在英國消耗了 也消耗了體力 消耗了能量 回來也沒有休息過 可以這樣說 我真的要睡在露天的地方 真的要露天 就算露天也好 露天也好一點 因為我到現在也是 經常會莫名有一種窒息感 那即使是疾悉感 即使是疾悉感 也好 其實我 照理上 我身體應該是 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真的 還是有很強的運動能力 我知道我還可以打到人 還可以戰鬥到 但問題是 我觉得在这里 周深不聚财 我发梦 盧伟业都说你没用 在香港没用 我说是的 盧伟业他自己本身都说想去台湾 和台湾主播发展 说想去台湾 我拜托你 快点去台湾 盧伟业你快点去台湾 你是否更喜欢台湾主播 又不跟我煮电话粥 你喜欢台湾主播 你跟他发展 你飞去台湾 你敢什么 盧伟业 他吹到自己很厉害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厉害 不过算了 当你真的很厉害 他自己没什么野心 他想着就这样开一间cafe就算了 算了你有cafe也好 你开一间cafe 这是你的事 你喜欢cafe 我不要cafe 你自己背吧 虽然我是懂得煮东西 就算了 他这些那么文明的工作 我说他之前不是吹到自己很厉害 好像九种元素 然后他说我没碰这些东西很久了 我说那真的浪费了 他要么就是有恩赐 要么就是有问题 真的 我说我们这些人也是 这些怪鸡人 整天说起这些怪鸡东西 要么就是有恩赐 要么就是有问题 到底我是有恩赐还是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 当然要去青山医院 那都是没有就业能力的 就是这些 是什么 精神无行为能力者 基本上是 所以那些人才要收起我的东西 那些人才 那些人 就是我妈妈 才收起我的证件 我说大哥你收起我的证件 就是 你收起我的证件 不让我去哪里 冤枉我在香港 但香港不是我的祖国 香港无论用哪个角度看 都不是我的祖国 香港只不过是我出生的地方 出生的地方不算是祖国 不算是祖国 祖国是什么 祖 祖字是什么意思 祖字的意思 就是祖先 祖国 那我祖先在哪里 就是都是要回大陆 既然我要回大陆 为什么不给回乡证我呢 就是 最低限度都给回乡证我 你既然说到要祖国 你是要捉我自身 那我现在捉你自身 要报侯祖国 那我当然要回大陆 是不是 梁老师是大陆的 现在怎么办 就是你们这帮人 都要倒弹 现在 就是故意倒弹 不让我 不让我 改我视频的名字 其实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 怎么说呢 好像一种比喻一种预事 或者一种暗事 其实很明显的 已经不算是就这样暗事的了 就是说不准你擅自改命 不准你擅自改命 又或者是什么呢 那些人隐姓埋名 改个名字 就是改个名字 就是姓氏和名字 都完全改了 然后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都可以的是不是 那些人还可以 那些人单止是可以改名换姓 还可以整容的 还可以整容的 那 我死都不会落地的 告诉你们知道 我知道你们想我落地的 但我告诉你们知道 我只会越来越升天的 真的 我打算 无论如何 总之要outlast了这帮人 我知道他们不断抗击我 就是要我越来越短命 要缩短我的寿命 但我告诉你们知道 你们越是这样 我下定决心 我要好好地修炼 真的 那修炼 你上班行不行 其实最好不要上班 因为 即是你上班参与俗士 即是说 即是你上班参与俗士 他们就会将他们的要求 强加在你身上 然后因为你的压力越来越大 你就会完全影响到你的健康 你就开始做一些不知什么 然后你的寿命开始缩短 即是说实际是 所以 那些人上班的 其实他们是 他们基本上 老实说 你上班是说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份工作 即是你是有热情 还有你有能力的 即是你真的很喜欢 你是有热情和能力的 你上班 你上那份工作 应该是不会缩短你的寿命的 它是不会缩短你的寿命的 因为这个是上天赐给你的 它赐给你的位置 对不对 上天赐给你的位置 照理上应该不会缩短你的生命的 但如果不是上天赐给你的位置 没有上天赐给你的能力技能那些东西 你是被迫要去那份工作 就是为了生存 为了找两餐 就是缩短你的生命 其实是因为你不健康 如果你是做一些东西 是不适合你自己的 不单不适合你的 你还不喜欢的 没有热情的 其实不想做的 那就是缩短你的寿命 对不对 因为你身心灵不健康 你身心灵不健康 你就缩短寿命 对不对 但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份工作 有些东西是这样的 好像读书那样 有些人就说 你很喜欢 例如我很喜欢 对对 我很喜欢 我有哪一科很喜欢 PE 但我结果都没有拿到A 没有读到Sport Science 我有些东西是很喜欢的 但因为不懂得读 他那科的方法 不懂得读那科的方法 所以即使是很喜欢满腔热成 结果都不是拿到很高分 而且他说你是不是达不到要求 你达不到要求 不是代表你体能不好 不是的 只不过是不知道减什么东东 就是 他说你的姿势要正确 没有的 总之我做到就行了 但他们不是这么看的 就是这样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你很喜欢那样东西 都未必可以成功 但如果你不喜欢那样东西 你这方面很厉害的 即使你不是很喜欢 只要你不是讨厌那样东西 你都可以做 都不会缩减你的寿命 老实说 因为你不会觉得 什么身心灵不健康 你做那样东西 你又不是特别讨厌的 我不是特别讨厌做这样东西 是吧 我又有能力做这样东西 是上帝赐给我有能力的 但如果最惨的 就是说你既不喜欢做这样东西 是吧 你既不喜欢做这样东西 还要是上帝没有赐你能力去做这样东西 好像做家务 其实你以为做家务人人都可以做都不是的 你本来如果从小时候开始 就是从小时候开始 好像武术那样都是的 有很多东西都是的 武术有很多都是的 小时候开始训练呢 就是妈妈爸爸管得严 一定要你做到最好 要你不断狂清潔 那你就真的呢 是可以 说真的那句 你真的可以 可以是做家务做得很出色的 但是好像有些人是被人种坏了 好像我这些这样 我这些这样 小时候被人种坏了 不用怎样做家务 然后大过了的时候才来勞气 就是去到大学的时候才来勞气 为什么你不懂做的 你之前没有教 所以别人就不懂 别人变成年人了 想要自由的时候 你才来开始教他做家务 已经是太迟了 真的 因为别人没有动力 别人不想做的 所以我说你一开始 你等他小时候 其实圣经也有说的 圣经很有智慧的 你知道针言是怎么说的呢 所罗门王说什么 他小孩子小时候 你就教到他在正路上走 他到老的时候 都不会离开 一定要从小时候开始教 很多东西都 其实武术那些东西都是自学的 其实以前本来是学台拳道的 学一下台拳道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向那方面发展 我家人没有说 没有说很延违的 你跟我打好套拳 你要考打 然后逼你什么时候 meet deadline 你要考打 你在死线之前 你就要考打 最低限度你要考到红黑带为止 就是这样 如果他们这样逼的话 是好一点的 是真的好一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变得羽毛球 我都觉得 那就是战底了 不懂得做 应该管 应该逼的时候 就不逼不管 然后不应该管 不应该逼的时候 就又逼又管 所以就搞到什么 你们大家知不知道 什么是什么 中国人有句话说 又是中国人有句话说 我常常都这么说 中国人有句话说 是什么 人为财死 尿为自亡 真的 为了个钱 为了个钱 想高薪口积 内地有得做官的 迫死自己的子女 甚至迫死自己 为了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对不对 但是你荣华富贵 换来的是什么呢 叛君与叛虎 你换来的就是 放了你子女上台 或者放了自己上台 对不对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惹起黄的愤怒 你得罪了我 好像私洗药汉那样 私洗药汉就是这样 其实也不是得罪他 其实基本上 虽然是说 私洗药汉本来已经得罪了 那个希律王 还是怎么样的 就是得罪了他 但是他本来也没有打算 要怒弄他 对不对 也不会说真的落手怒弄他 但是因为呢 他喝醉了酒 他喝醉了酒 然后呢 他喝醉了酒 对不对 他喝醉了酒 接着呢 就 就是 王后的女儿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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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若汉 就是 私洗药汉得罪了 他老婆 不是 不是老婆 就是 王后 总之是王后 OK 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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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爱的女人 他就 唆 唆 他的女儿 唆 唆 唆 他女儿 放他女儿上台 就说 你 你 你 叫 希律王 叫我 老公 就是 这么说 叫 希律王 斩 私洗药汉的 头 只是 她的女兒真的 她的女兒是餘孝的 她的女兒是殺人的 她意話不說 立刻就說 你給我把她的頭上來 我說真的 你說死不死 真的 她媽媽說什麼 她真的照做的 就是把她的女兒做的 她的女兒做的 她的間接 她媽媽借刀殺人 把她的女兒上桌 真的 不要跟我說什麼孝道親情的事情 根本 希律王那邊是沒有這家的 她說 斬著施制約翰是女兒說的 她開口說的 但其實她的意思是她媽媽的意思 這樣借刀殺人法 是很毒辣的 你知道很狠毒的 因為殺業 殺業在她的女兒那裡 因為是她的女兒開口說的 當然她媽媽也是雜無旁態 但她媽媽也是間接 是她的女兒開口說要殺的 真的 你說很可憐 老實說 她的女兒 她的女兒是被她媽媽害慘的 知道嗎 她媽媽害她的 真的 不是的 我真的害了她 知道嗎 我現在也是 那些什麼 你說什麼做官那些 你不要騙我 知道嗎 人是財死 人是致亡 知道嗎 你不要以為有錢 我說 沒有錢 好過有錢 什麼 說真的 沒有錢買到健康 我復古 復古 做過野人 這樣幾好 是不是 至少身體都會健康 身體健康 強壯 是不是 不復古 去探世界 知道嗎 現代 現代可以做官 可以探世界 家人都覺得 有榮光 但是榮光很短暫 是不是 那些人都是 做官那些 要怎麼修仙 是不是 人如果要修仙 做隱使 就是 躲在一二角 做官 你做官 就不能做隱使 你隱使 就可以修仙 就可以修成神仙 你就可以升天 做官很難的 最多是做那些 大將軍 猛將那些 猛將那些 猛將好像什麼 關公很多人拜 關公他不是隱使 關公他出來 他打打殺殺 然後 拿著大關刀 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 他就是做神仙 有人上香拜他 是這樣的 就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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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